《聯絡之憂》 其實一開始創作《聯絡之憂》的時候 就想到Rap這個題材 其實Rap這個題材是 我很早之前已經想寫的 而之所以想寫的就是 在創作人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Rap是最自由的表達方法 因為在我接觸開的Rapper 他們其實是拿一個很基本的Bass 就可以去創作他們的歌曲 還有他們有一種叫Feed Style 就是一聽到Bass 就可以自由地發揮他們 究竟要唱什麼 所以就想到這個題材 將它涉入創作人的觀點 Toss Casting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有一場 較為激烈的親密戲 所以我對男女主角 能否刷新一些 較為大的火花是非常著重的 所以那場親密戲也是Casting 我要求演的劇本來的 非常幸運 所以會遇到April和日豪 其實他們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就 April非常接近我寫的女主角 她很爽朗的 亦都可以很主動地去表現 日豪她有一種憂鬱的氣質 我覺得是未被人很深深地發掘出來 因為日豪本身 她很小的出道 14歲出道 她較為 之前還是偏向很小朋友的角色 這次其實我是要求她 起碼扮到28歲 所以我要求她流蘇 她們兩個一夾出來 女方是主動 男方是被動 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 但是她們 演去親密激情那一段 就要有少許時間去安排 因為這始終是她們第一次的合作 所以我特意預約了一個場 即是戲裡面的studio 就足足用了兩天去陳設 有一天去排戲 有兩天拍攝 有一天去排戲的時候 就是跟她們談 讓她們知道究竟 記位會在哪裡 怎樣走位 讓她們磨合 較為安心 因為去到第一天拍攝 我之前都排了一堆維持 是給她們一些甜蜜的片段 就是讓她們磨合 去到最後 所以那天拍攝 那一場戲是挺順利的 因為她們已經磨合 但我發現 原來親密戲 其實男演員的負擔 是被女演員重的 這個也是我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拍 隔壁激情的戲 所以這件事 也是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那一天我都 介紹了日豪 做了很多 因為她本身很紳士 我也叫她做了一些 暴力的舉動 日豪也做得很好 謝謝她們兩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